大家好,我是雅馨 说起戒指,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 那戒指很常见啊,绝对算得上是爱情的象征 求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个,有戒指 结婚的时候呢,我们还要买一对戒指对戒 但其实在古代的宫廷里面 戒指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境界 或者说呢,它是叫做戒指 因为当时的戒指呢,主要是在这个后宫里面 主要是妃子们在用,它算是一个记号吧 什么意思呢,根据五经要义这本书的记载 古代的妃子如果说妃子嘛,要准备侍寝了 那么宫里面负责这方面的宦官呢 就会记下这一天的日期 并且在这些妃子们的左手的手指上 戴上一枚银戒指 用来做标记,或者说是记号 那假如说,这个嫔妃们哪一天啊 特殊情况,或者说恰好怀孕了 有了龙刺了,不方便服侍皇帝 那么也会呢,记下这一天的提示 并且戴一枚金戒指用来表示 就这样呢,戒指就成为了在宫中 这个后宫的嫔妃们用来避讳的一种特殊的标记 当戒指传到民间的时候 就去除了它在皇宫里面本身的意义了 因为我们知道戒指是 可能会,不管是金啊银啊 也有可能是镶嵌珠宝 因为它本身非常的美丽 利用这一个特点 在民间的戒指是什么呢 在民间戒指呢,就成为了一种配饰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了 而且在古代呢,其实那个时候结婚呢 戒指也作为是古代婚礼的一种聘礼习俗 我们现在的这个婚配 还婚礼的习俗 就有很多地方 我们就沿用了这个古代的旧礼 就比如说 我们用戒指作为聘礼 用来表示两个人喜结良缘 但是当代中国的婚宴上 新郎新娘 我们有一个习俗叫做交换戒指嘛 要互相为对方戴婚戒 这个做法却跟我们的传统习俗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习俗据说应该是从西方国家 从西方的文化里面 我们借鉴流传过来的 虽然说现在的戒指呢 已经没有古代皇宫里面的这些意义了 不过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啊 好像那些单身的 为了表示自己单身 可以有人来追求我 他们也会在小手指上戴一个伪戒 这一点可能跟古代嫔妃们 比如说不方便室寝啊 或者说怀孕呢 戴一个戒指作为一个标志 还有一点相似 但是更多的 我们现在说起戒指呢 它可能是一种时尚的一种装饰品 我们不是只有结婚的时候才戴 当然也代表着 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 幸福美满的婚恋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 有关于这个古代戒指的一些小知识 你们get到了吗 好了我今天的视频分享就是这一些 欢迎大家积极的转发收藏 关注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